这三种奥妙巧妙融合 还需要一个契机 正所谓破釜沉舟 我知道一个地方 定可以助你破而后利 好 长风大哥 那您还不快告诉我 只是 只是什么 虽说是助你突破的绝佳之地 但我转念一想 其中也是危急重重 况且现在 还望长风大哥 为小弟指点一二 我一定能掌握空间列真意 把那个东伯雪莹踩在脚皮下 你想要力量吗 谁 出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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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莹 雪莹去了登山路 登山路 东伯雪莹才修炼了多久 不如我们一起去帮雪莹吧 登山路一旦开启 任何人都无法进入其中 这这这别呀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 怎么都一副雪莹要应年早逝的样子 这 登山路任务 至今只有司徒红师兄尝试过 没错 登山路 是赤云山最顶级的生死任务 也是对后补元老最严格的考验 只有我 有希望掌握三品真意的雏形 只有我 才有资格去挑战登山路 是啊 然后差点丢掉性命 怎么 你们以为那个东伯雪莹 就能通过登山路了 登山路最高层可是天穷老狱 那里关押着最凶残的超凡土著 掌握强大的水浪真意 而东伯雪莹她连真意雏形都没有 去了就是送死 雪莹肯定是已经做好准备 小寻求突破了 那 那也不能连命都不要了吧 这这 这一天天的都是什么事啊 这这可怎么办啊 我相信雪莹 她一定可以通过 你去哪儿啊 我去等她 东伯雪莹 你就等着静秋师妹给你收拾吧 也许在这里 能找到那三种奥妙融合的方法 都说登山路危险异常 但用这生死考验来突破我的枪法 正合适 可恶的人类 可恶的人类 什么 不可能有人能挡下了 好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惡的人类 夺我灵地 抢我珍宝 我死不留 你们屠戮人类的时候 可曾想到会有这一天 真无聊 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们下族再送进来几个不怕死的 我们就有的玩了 有人要来了 开得正好 我们多久没有开婚了 是时候找个不怕死的来塞在牙缝了 被困在这个破地方 一直吃康宴菜 终于有肉送上门了 那还不快呀 晚上我可要吃对肉 反正都是锅里的肉了 慢慢来 他跑不了的 看来第二关 就是你呢 就是你呢 你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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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杀至少是圣级巅峰 可刚刚那位完全不同 小子 明年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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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家往上 就是我家往上 盾牌 绑不住我的枪的 人类 今天绝不得让你 活着走出这里 水火 角落上 黑蓝剑藏 找死 什么 狗狗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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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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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救我出去 我终将重获自由 而夏族 会再次被我们踩在脚下 永远不得翻身 别做梦了 我最讨厌你们夏族的这副嘴脸了 自以为站在正义的一方 我今天就要灭了你这狂妄自大的小子 你们点颜色看看 这狂妄是真意 那就是我的真意 水浪真意 一个如羞未干 连真意都没掌握的小子 竟然敢和我交手 你去死吧 竟然没事 水火叫人杀 水火叫人杀 什么 快进了 你这水火奥妙 在我面前就是儿戏 小子 你还是逃命去吧 你是打不过我的 想要打败他 你必须将水火方完美融合 想要突破 必要进攻 有同小戏 再是计算 一定可以 书河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有机会 木头 火镇 有 爹 结束吧 就是现在 几点 怎么可能 你竟然有如此强大的任意 赤云山候补元老东伯雪英完成登山路任务 雪英竟然成功的出来了 成功击杀了拥有水浪真意的超凡土著 雪英 静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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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